嘿 比恐怖更容易吹坏一个人的是压力 今天我大佐马要讲的故事是猪根夫悬疑漫画 噩梦生成 在某一天的深夜里 一只毛毛虫从船底下的缝隙中爬了出来 钻进在熟睡中的赫子耳朵里 赫子痛苦地挣扎着 但他始终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而后大片量的鼻血从鼻子里流出 他的头也逐渐变成毛毛虫的形状 这时赫子惊得一下睁开眼 才发现这只是刚才的一个噩梦 被噩梦惊醒的赫子来到洗手间 先是洗脸压压惊 他记不起来这是这几天里的第几场噩梦 这些噩梦让他的面色极其的憔悴不堪 刷牙的他却发现嘴里开始往外渗着血 还刷出一颗带血的牙齿 不是吧 牙淫出血也不可能会掉牙齿的 于是赫子拨弄起他的牙齿 发现越来越多的牙齿脱落下来 随后检查牙齿他发现 其他牙齿也极其的容易脱落 哗的一下他直接吐出一大滩血 血里面还有好几颗牙齿在里面 这好好的一口牙说没就没了的 牙没了还好说 但这口里的血是怎么止都止不住 直到吐出的血都会把赫子的脚掌给淹没 然后赫子再次惊醒 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在地铁上睡着了 而地铁的下一站就是赫子公司附近 赫子站在门口准备下车 可地铁到了这站却不停车 诶 这怎么回事 赫子好奇的事实装忘 发现其他乘客都是一副行尸走路的样子 经历过这么多站居然没人下车 赫子这站纳闷时 这地铁的速度突然变得飞换 他彻底的慌了 这个地铁到底怎么回事 车上的人怎么都在低头玩手机 喂 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讲话 你们都没有要下车的吗 到了现在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地铁的速度都让赫子有些受不了 惊恐的赫子拼了命的大喊着 而这一次的呼喊才对赫子的声音有所回应 所有乘客的手机都摔在地上 纷纷扭头看着赫子 开始还有脸的他们 到现在居然全都没有面容的盯着赫子看 然后这些人慢慢的全都往他这个方向靠拢过来 这时一个手突然抓住赫子胳膊 一地中海老头拉着赫子就拼命往前跑 可车厢里的人似乎都变成怪物 他们也顾不得这么多 直接是在人堆里硬生生的挤出一条路 往驾驶室方向跑去 你这老头是谁啊 为什么要救我 老头也是一脸懵逼 他表示自己也是从梦中起来 发现赫子的 才带他一起跑 二人是跑到驾驶室内 大线还没喘云 他就想看一下驾驶员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到了站还不停车 他小心翼翼的推开门进去看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是直接把赫子 下着摊坐在地上 老头纹身走了进来 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这哪里是能在开的地铁啊 驾驶员的头直接是一个毛毛虫的大脑袋 然后老头就问赫子 是不是怕毛毛虫啊 有过噩梦经历的赫子 当然怕这些东西 然后问老头有什么办法让他停车 老头说这是你的梦 你得自己想办法 赫子一听 哎惊了原来这些都是梦啊 于是赫子也没多想直接拿起逃生锤 就把驾驶员的毛毛虫大脑袋 给敲了个稀烂 可这感觉又是如此真实 脑子里的热血一下充斥着自己的眼球 这一晃眼的功夫 就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被敲死的学着老板 我尼玛这驾驶员怎么了 怎么变成老板了 我是谁我在哪活在干什么 为什么办公室里又有这么多毛毛虫呢 这时门缓缓的打开 里面又是那个地铁老头 老头问赫子 有没有想起杀老板的过程 原来赫子在这个公司上班 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的 为了不迟到 总是挤最挤的地铁 加最晚的班 可到头来 却换得老板的一份鱿鱼套餐 不因为别的 只因为老板的侄子直接空降过来 两个人之中必须走一个 而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一切 但对这样的行为 大家都无动于衷 因为大家根本不在乎赫子的血流 而老板的唯一喜好就是养毛毛虫 十分害怕毛毛虫的赫子 为了让老板改变主意 也为了这份工作 他只能克服恐惧 特意跑到山里去撞毛毛虫送给老板 老板看到这些毛毛虫很是开心 立马安排了一份保安工作给赫子 真是可笑 为了公司累死累活的赫子 哪里情愿接受这个结果 他极力的和老板辩解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可老板却说 有些人的命是从出生就决定好走向的 别想着和毛毛虫一样 能化勇成为蝴蝶的 被老板狠狠打击后的他 在这一次再也忍不住 直接拿起烟灰钢 往老板头上狠狠的砸了几百次 杀死老板的赫子 杀死掉证据 就直接躲到山沟沟里去 不敢面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他 在内心申诉 选择忘掉这段记忆 直到警察抓住了赫子 而赫子还是想不起来 是怎么杀死老板的 画面回到办公室 杀死老板后的赫子 双膝跪地 抱头痛哭着 赫子说 自己一个人在山洞里过得很艰辛 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克服恐惧 去生死那些毛毛虫 赫子以为这一切都会结束 画的赫子 眼睛瞳孔放大 嘴巴成五角形状 手上长出长长的细毛 之后头指尖变成毛毛虫斑的脑袋 变成毛毛虫厚的赫子 冲上去就想去咬老头 就在老头垂死挣扎之际 画面来到一个实验室 老头戴着头盔躺在床上 原来老头是这个实验室里的博士 而身旁的事件在帮老头 把头盔取下来时 告诉老头听 他在这个年轻人的梦里 待了三个小时 而这个年轻人 是一起命案的最大嫌疑人 老头为了配合警方破案 才进入他的梦里 因为警方抓住他后 一句话也不肯透露 不过经历这次实验后 他终于承认自己所犯下的一切 警方花了三个月都没有破的案 老头用梦境实验 三个小时就破了案 走出实验室后 老头一个人来到一条巷子里 视野仔发现 老头竟然在垃圾桶里 翻垃圾时 旁边的视野仔看不下去 就带着老头去高档饭店吃饭 老头边试边说 自己在那个人的梦里 当了三年的乞丐 每天潜伏在他左右 只为能进入他最深层的梦境 让老头很哭闹的是 现在他很难分清楚现实和梦境 幻音刚弱 突然视野仔对老头说 你真的以为 你已经回到现实了吗 现在你看看你的周围吧 老头四处看了看周围所有的人 发现他们都没有脸 说到底 这些东西都是视野仔团队里的实验体而已 因为他们想知道 老头到底能进入多少层的梦境 下一刻 老头又进入了一层梦境 可在梦境里的老头 又能坚持多久呢 谁也不知道 或许他永远也醒不来 故事结束 梦境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 是残酷的 更多的是现实的一种写照 因为梦境会剥离现实的一切 但你在梦境中 所能看到的每一张脸 都是源自于每一个陌生人 因为大脑是无法凭空 捏造一个不存在的形象 而有时候 我在梦境中会看到 世间最美好 或者最悲伤的事情 想要束手去触摸 却发现 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或者说 这一切的一切 又仅仅只是我的一项行愿呢 好吧 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按钮和关注我呀 我是中马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by bwd6 谢谢你 感谢观看